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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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空軍的主力戰機 基本上都是跟美國採購 或者由美國取得的 到了1970年代開始 我們的主力戰機就是像F-1弄4 新式戰機還有像F-51 F 國二式戰機 服役時間很長了 所以我們當然就希望說能夠有換裝 新一代的主力戰機 我們的政府就決定說 那乾脆我們就自行研發 下一代的主力戰機 這也就促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 IDF經過號戰機的誕生 經過號戰機它的研發過程是 由現在的漢翔公司前身 也就是空軍的航發中心 它都有研發的 在1983年的時候 在一個安翔專案這個代號的計劃下面 總共分配有四個主計劃 第一個計劃就是陰陽計劃 是負責設計我們新一代戰機的 它整個機體外型的設計 第二個是雲翰計劃 那雲翰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發動機的部分 那我們要研發自己的發動機 再來就是天雷計劃 天雷計劃是針對戰機上面所使用的 比如說空軍雷達、航電系統這些部分 是由天雷計劃來負責研發 那還有一個就是天艦計劃 就是負責研發IDF戰機 未來會使用的武器系統 都是在這個計劃下面 那這些計劃當然除了航發中心之外 也就會跟我們的中科院合作一起研發 1988年12月10號的時候 第一架一號原型機正式的出場 那在1989年5月28日 由當時的航發中心的試飛官 也就是吳康明將軍那他試飛成功 那陸續二號機三號機出場 那也就加入了飛行的行列 因為IDF它的設計 它本身它是一個要超音速 所以你的設計 跟以前傳統的AT3這些可能都不太一樣 就是你想要什麼樣的飛機 那你再去找發動機 所以我們有很大的團隊 到當時的德州 我們成立了一個辦公室 我們的工程人員 我們的採購人員 我們的法務人員 由外國人來協助我們 因為IDF它本身是限控的飛機 在次音速的情況之下 它是不穩定的 在超音速以後 它變成穩定的飛機 所以它在設計上 是非常複雜的 而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那麼簡單 IDF原來就是數位的飛超系統 它有16位遠的 它是很複雜的 你要收集飛機裡面很多的東西 寫成一個軟體 我記得在IDF第一次升空飛行 回來落地的時候 飛機曾經發生這個所謂的PIO 你去推拿它 它飛機會發生不正常的這個情況 所以當時的總長郝先生 就趕快在國內 就在實驗室裡面 把這個資料用衛星送到德州 他們那邊的辦公室去分析 要改的 要幹什麼的 那他們弄完 馬上軟體過來 我們再去飛機 所以金管號是我們 自己獨立研發的這些東西 所以所有的這個自主權都在握 我們 我們想在上面做什麼 政科院做的武器 我們可以掛 政科院做的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 一個國防工業 會有一段非常非常辛苦的過程 但是這是我們真正學到的 IDF從服役之後 也經過了長近20年的時間 所以空軍當然也希望說 能夠把它的性能進一步的提升 讓它能夠繼續服役 那下一次我們就會為各位介紹 從祥聲計畫 再衍生到後來空軍的這個祥展 這樣一個性能提升的專案 到它整個現在我們看到 現役的IDF 已經全部完成了一個性能提升 這些影響 這就是我們目前為止 要讓我們有些研究 一定要重新的更加歧願 要到你 為了27歲 826年 1分12萬 2分吧 我們今晚一點 在這個祥息 ww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